我们要绑坯的时候先准备一张隔板 先把这个纸坯先放在隔板上 用这个槽宽两边要先把它削平衡 就这样子先削平衡 这一边也削平衡 然后把削出来这两小块先拿掉 没用的 我们再把纸坯推过来一点 合成一块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封框按压在纸坯上面 一个槽框有四条铁丝 我们就在铁丝的位置轻轻的划 轻轻的划一条钩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划一条钩之后 这个铁丝我们等一下轻轻的一按 它就会进入槽坯中间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轻轻的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把这个隔板全新放在底部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用这个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筷子直接插在一个封框 有四条铁丝从最底部开始算 算到第二条铁丝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按压在第二条铁丝的位置 直接按压在第二条铁丝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筷子直接插在封框上面 最顶尖的位置有一条锅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用刀子割平衡的位置 有一条小锅 我们直接插在封框上面 一条锅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再拿两根筷子 也一样的做法 直接插在封框上面一条锅 像这个位置一定要插 插一根筷子 没有插筷子的话 等一下我们手一拿起来 它就会掉下来了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们看 绑坯过箱很简单 用这种方法我们也不用绳子 也不用搞得太复杂 就用这种方法非常实用 越实用的方法就是越简单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封箱盖子打开 紫坯 绑好的就可以放在封箱里面了 放在封箱里面之后 再用这个隔板 隔板放在紫坯旁边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密封 抖进去封箱里面 抖进去之后我们就要把盖子盖上了 我们把密封抖进去封箱里面的时候 像这个封箱门口 也不要一下子就开出来 现在就可以慢慢的开小一点 封箱门口不要开得特别大 我们就要把密封箱里面放进去封箱里面了 我们就要把密封箱里面放进去封箱里面了